作爱的弟兄姐妹 祖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若望福音九章一字四十一节 愿耶稣的话 凭借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今天的福音内容很美 一位胎生的瞎子获得了痊愈 真正见到了光明 为他来说 就是重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时候 耶稣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 拉比 谁犯了罪 是他 还是他的父母 竟使他生来就瞎眼呢 耶稣答复说 也不是他 也不是他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 而是为教天主的工作 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趁着白天 我们应该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 黑夜来到 就没有人能工作了 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了这番话以后 便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活了些泥 把泥抹在虾子的眼上 对他说 去 到石罗亚水池里洗洗吧 虾子去了 洗了 回来就看见了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点 一是 生来就瞎眼 并非来自谁的罪过 二是 耶稣能够改变 我们认为不可改变的事实 生来就瞎眼 这是一种人生的不幸 通常我们会想到 在这个人身上 发生了什么事 在他的家人身上 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生来就瞎呢 这样的疑问 可能来自一种观念 认为不幸的结果 一定来自一种错误 而犹太人认为 不幸的结果 一定来自罪过 对于门徒们的疑问 耶稣给出了 使人惊讶的答案 不是谁犯了罪 而是天主的工作 要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这句话真是鼓舞人心 天主 天主居然会在弱小者身上 彰显自己 被大众忽视的弱者 与耶稣相遇后 成为大众所关注的对象 实在令人惊奇 生来就瞎的不幸 很难使人接受 同样 很多生活中的不幸 我们并不愿意 接受和面对 即使面对 也会把不幸 归咎于某个人 或某件事 反而很难从不幸中 看到积极的一面 不过 若我们把所有的不幸 都放在耶稣内 可能我们将会看到 不幸背后的奇妙 这是信仰的智慧 别忘记 耶稣给瞎子 往眼上抹泥屎 瞎子没有抗拒 耶稣让瞎子 到水池里洗洗时 瞎子也没有抗拒 不抗拒 主的声音和行动 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听从主的旨意 让我们在不幸中 完全与主相遇 勇敢地成为主的合作者 胎生的瞎子 看见了 到今天 也没有多少人 会相信这种事情 即使有瞎子 看见了 人们也会猜疑 到底是什么 能让瞎子看见呢 有神丹妙药 还是高科技 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把唾沫 吐在地上 活些泥 抹在眼上 再去水池里洗洗 就看见了 这样的疗法 没有一点医学根据 更无法看出 其中的玄妙之处 正是如此 耶稣用最简单的方法 治愈了胎生的瞎子 让处于黑暗中的人 看见了光明 这不单是 耶稣的能力体现 也是 耶稣的使命释然 耶稣通过改变 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 让我们看到真光 原来 这个世界上 不全是黑暗 悲伤 愤怒 和欺诈 还有光明 喜乐 温和 与诚实 因着耶稣的参与 我们将看到美好 看清 人间的 新盛繁华 事态炎凉 耶稣改变 瞎子 是为叫天主的工作 显扬出来 当我们祈求 耶稣的改变时 别忘记 目的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 而是 成形阻止 光荣天赋 愿天主 祝福你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